我现在青海西宁,这是西宁的文汇桥 对面这是西宁的博亚金融广场 这下面是海湖湿地公园 这个周边建设很繁华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了 太阳还这么大呢 这是西宁市区的黄水 也是穿城而过的 这是萨尔斯堡楼盘 很多很多啊 还有这边 这水的颜色跟黄河水是一模一样的 西宁海湖新区这边的建设 真的非常繁华 而且很漂亮 不管是房子啊 或者这个公园的绿化 都是非常棒的 高高的楼盘 这里的路楼马上也要建成功了 上面应该封顶了 桥的另一侧是建好的 在西宁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来了西宁也有三四停了 它这个每个道路上没建过一辆共享单车 有时候想骑一下这个单车 它这都是没有的 是没有投放啊 还是怎么回事啊 其他城市 公享单车品盘一般都是两三个的 在西宁我是 一个品盘都没有见到过 萨尔斯堡寿楼中心 桥的底下有一个篮球场 还有一个羽毛球场 看看这些楼盘 大家感觉这个入住率高不高 这个旁边还有一小别墅啊 这种两三层的应该就是别墅了 西宁这么大个城市 居然没有共享单车 有时候这个出行也是个问题 说距离不是很远 可以骑个单车或者什么的 不用坐那个公交了 西宁这边公交也是蛮便宜的 票价也是一块钱 跟兰州是一样的 但是有时候六七点的时候 很挤很挤 对面这片基本上都是小区 中间隔了一个黄水 这个水就流到了西宁火车站那边了 这边就是海湖新区了 青海农信 大楼很多啊 过桥之后 都是商圈了 前几天在兰州那边啊 它那个市区单车还是蛮多的 还有那个电动助力的 一共也就三个品牌 但是它这个大街小巷 基本上都有 像这种路上应该都会摆满的 而你看西宁这边啊 道路都是很干净正洁 这是一辆甲壳虫 像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骑这个单车 慢慢的溜达 自行车道 道路修的不错 有非机动车的 但是就是没有单车 这时候目前走过这么多城市 唯一一个省会城市 没有共享单车的 第一次见啊 应该是没有投放 一个品牌都没有投放 好奇怪哦 这条街叫天地巷子 是一个美食街 基本上烧烤的比较多 还有火锅 二三层都是 上面是烤鱼啊 这太火爆了 人都坐得满满的 还在外面等着 这家烤肉店很火 这里面也是啊 我是瞎逛 走到哪里 我不太清楚了 一进来就闻到好多烤肉的味道 美食很多 饮品 喝咖啡的 吃饭的 休闲娱乐 一体化呀 这里看 手工面片坊 又是一家烤肉 星星 这个大风车 不是星星 天地巷子 从那边走进了 这里大街小巷非常多 基本上 卖烤肉跟火锅的是最多的这两家店啊 从美食街出来了 前面那是万达广场 唐道637 从这过去就是 这是一个大酒店 五星级的 这个周边很繁华 但是我感觉人不是很多 可能还没到晚上吧 西宁这边没有共享单车 出行也是有点麻烦啊 偶尔距离不是很远 你洗一洗还是可以的 为啥子不投放来啊 和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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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